国手镜望远镜发现黑洞小霸王 质量达太阳70倍 由恒星形成 说到黑洞 我们都会想到那是一种神奇的天体 其引力大到连光都无法逃过 因此其本身是不可见的 我们判断黑洞的大小 只能通过它的质量判断它的世界体积有多大 那么黑洞一般有多大呢 11月28日 国际科学期刊自然发布了 我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刘继峰 张浩彤研究团队的一项重大发现 我国天文学家利用拨手镜望远镜 发现了一颗迄今为止质量最大的恒星级黑洞LB1 高达太阳质量的70倍 是迄今为止科学家们发现的最大的恒星级黑洞 堪称恒星级黑洞中的小霸王 从2016年秋季开始 我国天文学家们通过拨手镜望远镜 在一个X射线辐射宁静的双星系统中 发现一颗8倍太阳质量的蓝色恒星 围绕一个看不见的天体做着周期性运动 理论上讲这颗看不见的天体应该就是黑洞 其独特的光谱性质也预示着它是这种天体 之后研究人员们通过西班牙10.4米口径加纳利大望远镜 和美国10米口径凯克望远镜 进一步确认了LB1的光谱特性 并且从它的蓝色半星的相互运动轨迹中 计算出该黑洞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70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